配合振兴5倍券的上路 相关部会寄出了共8种1236万份的加码振兴券 政务委员唐凤昨天公布 除了经济部的好识券以外的7种加码券 将自10月11号至11月5号连续4周抽签 每个人最多有4次的中奖机会 民众9月22号起可到5倍券的官网 来登记参与抽签来看我们的报道 振兴5倍券即将开放网络预约 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及加码券八大部会等代表 召开记者会公布官网正式上线 9月22号想要数位绑定的民众 就可以到5000点GOV.TW进行绑定 不只个人想要加户共同绑定也可以 只要被妥健保卡或是身份证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利用超商的事务机 我们的设计是分散式的数位绑定 所以它不会同时全部都档机 或者不会同时全部都限速 而是说如果那一家特定的银行 或者信用卡的业者 它的流量比较高 它启动流量的限速等等的话 那可能你可以等一下 或者是你就去绑定别的数位的支付 想要领指本券的民众有三种管道 包括超商官网还有全国的邮局 而为了避免群聚都是先预定再领取 但11月初就可以不用预约 直接到邮局来领券 大家最关心的各部会加码券 也同步开放登记 不论民众是否已完成五倍券 纸本预定或数位绑定 都能够到官网直接勾选加码券 参与抽签 若是在超商事务机完成共同绑定者 可以扫描超商小白单的QR Code 连接到五倍券官网 选择参与抽签的加码券 从10月11号起连续四个星期进行抽签 周一到周五分别为不同的部会加码券 四周最多有四次中签机会 每一种券别只能够中一次 为了鼓励民众绑定数位五倍券 经济部加码送好康 只要民众绑定数位券 前四百万名免抽签 就能够得到五百元的好识券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